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朋友的话尽可能在反弹波的时候 往上涨的时候将你的持股卖出 那透明的投资朋友或许说想要放空 那由于我们政府规定农券的保证金 从90%提高到120% 也就是说它已经跟你暗示你了 台湾的股市有个趋势是往下走的 已经非常非常的暗示各位投资朋友说 台湾股市未来不是那么好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想要去做放空的动作 没有错 这是对的 但是为了防止我们台湾股市的一些崩盘的作用的话 我们政府有些措施也是很正常的行为 那在台湾股市由于昨天一个礼拜四个交易日 有两个天垄断交易它停止了交易 这样对于流动性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 由于在这个机动市场的操作里面 当你没有办法将你的持股 做一个买进或卖出的话 这样造成恐压性是非常非常的影响投资人的信心 那从美国到从昨天开始说起 昨天到从指数下跌了三百多点 那基本上来说这非常非常的明显 是属于空头的走势 那空头走势里面来讲的话 虽然它一定会有反弩波 不过它是下跌的角度是非常非常陡的 也代表它的下跌比较快一点 也代表它对全球领激的话 可能也是不是那么乐观 毕竟台湾股市跟着美股走的机会非常非常大 那来讲的话 它属于像空头卖压的话 这两只脚虽然有重新有做一个反弹波 反弹波直接跌下来的时候 它到一个低点 当然是先测试这个地方 有测试有稳的话 它才会有做一个止跌向上的动作 那在萨凯综合出来讲的话 昨天由于曾经跌过7%以后 熔断交易停止交易以后 不过来讲话 它从5000多点跌到3000多点这边以后 它反弹 各位朋友稍微注意看一下 它反弹几乎没什么力 跟美国股市差很多 美国曾经做一个大幅度的反弹 它的反弹是这么的没有力 代表这个国家经济一定有一些问题点 所以这样股市没办法有很大的发挥的作用 那既然没有很大的发挥作用的话 政府这个国家政府有很多管制性的措施 所以基本上如果它不是多头的话 你会很难的去操作它的股票 除非你进去操作A股的股票 看着它的未来的趋势去做操作才有办法 不然它常常在做一些管制动作 话其实来讲 你的操作会非常非常不太容易 那从台积电开始说起 台积电是从天井跟大家报告以后 145块以后 果然它的高点就相定在145块 它的相定价位在135左右做震荡 那这个相定的区间 我跟投资朋友定义的非常非常清楚 它的这个区间连续走了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 不知道同时会有没有感受到 我对于他股票的一些了解度 也就是说虽然他的营收未来 可能会因苹果阵营的一些逆转色的一些问题 不过对我来讲 我还是很诚恳跟投资朋友考虑 他已经稍微有从盘整或下跌的趋势 也就是说当他质问以后 他一定会做一个反弹的动作 所谓反弹 我一开始节目前都跟大家报告过了 反弹后会怎么走 大概你就懂我的意思了 所以基本上来说 以后反弹的话 这边上面的压力 145到135这边就是他的压力点了 他下他刚跌破这个箱形区域的话 他一定会回到箱子的区间 做一个新闻心得利多 跟大家报告说 他未来营收应该又还是不错了 不过我们还是遵照趋势 跟我们讲的一些方式 当一个股票到一个箱形整理完以后 他跌破他的下渊的话 算是有效跌破 那跌破的话 他一定会做反弹 那反弹根本有什么操作的话 大概懂我的意思了 然后从大力光开始说 大力光台从3000多点跌下来 这些整容器 今天虽然有一些反弹 或有投资费用 可能会操作到 不过他未来还是属于空头 总是今天由于大力光台 今天一些拉抬都用 稳定台股的军心 不过没有错 他还是跌升的 还是会有反弹 那反弹的话 基本上来说 两三天四五天的左右时间 也就是投资配偶 比较好操作时间 但是基本上来说 抢反弹的话 像跟抢劫一样 抢到以后一定要跑掉 基本上不要留太多 在空头股票里时间 不要留太多多单在身上 尤其这种走空的股票的话 其实来讲 持有多单的话 是危险性比较大 除非你很容易 你很会停损 也就是说 当你跌破你的买进价位的时候 他的方向性 应该就是改变的时候了 除非你买的非常非常低 不然的话 当你买进去的时候 如果跌破你的成交价位 就是他应该持续往下去 做探底的动作 那这边来说的话 他算跌升了 一定会有反弹 这支资肠红帮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我即将要开始做一个反弹的趋势 所以说投资朋友 如果淘楼中股票的话 假设你短线上要买进的话 应该是买进几天后 买进后几天后就必须要讲到买出 这种持股不能有长时间的一个抱住 以上先进广告时间 谢谢各位 欢迎回到股市里入发 从汉维科开始说起 汉维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他在这个虚相形的驱灵震荡 而且震荡的从8月9月10月11月12月到现在1月 几乎盘整了大概6个月时间 我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 他从高档下来的中进行的整理 果不其然今天由于台湾股市这周大跌 他跌破了他的相顶价位 出一个大量 代表意思说他是有效的跌破 也就是说他有效跌破以后 他还是会有反弹波 反弹波的意思跟大家报告说 他就是要让你逃命 如果没有逃命的话 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他如果等让的话 会下跌的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投资朋友需要小心一下 也就是说当他的股票 从高点下来的时候 做一个长时间的盘整 也就是说盘时盘整 意味着他想要反弓的意愿 假设他反弓意愿不强的话 他跌破他的底部的话 这样他未来的走势是堪忧的 曾经跟大家报告过 假设你看不懂台湾股市怎么做的话 你就利用那三支反的股票去做 那第一支是日本反 日本反的话 曾经跟大家这边借到19块多介绍 他已经涨到20块多去了 所以类似这种多头型的股票 这种为什么叫多头股票 只要全世界股票都爱跌 这种反股票的话 通常他会有一定的涨势 虽然他的利路不会大 不过你持有的话 他拉回来 他不太可能一直涨 你说等日本股市 他在跌四以后 做反弹动作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跌下来 那时候你可以逢低去布局 那逢低布局的时候 你可以长期的持有一阵子 那一直往上突破的时候 如果未来日本股市走入一个相形性的整理 而且他会做一个卖入一个多头的话 这种股票就大概要逢高去做卖出的动作了 在T50反应的话也是一样 在这边的话 我曾经跟大家报告过 这两只脚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那非常非常漂亮的话 我曾经跟大家报告 我的目标要在这边 这是第一个目标价 假设未来他跌得更深更久的话 这种长期底部打出来的底部 他会让你慢慢的有获利的机会 虽然你在操作在 没有办法放空的机会之下 或者说这边我不喜欢放空的机会之下 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慢慢的往红拉尾去做满新的话 也是蛮不错的选择性 然后这个S&P500反应这个股票 他之前跟大家报告过 他开始喷出去了 表示说美国股市如果大跌的话 这种股票就会慢慢的往上去做喷出的动作 但是也是要知道说 当美国不跌的时候 他开始止跌反弹的时候 他就会往下去掉 所以有时候你逢低拉回做的时候 可以长支会比较久的时间 那最近股票比较强的应该是双红 这只股票是属于走入多头的股票 通常走入多头股票的话 会非常非常明显 红色部分比较多 也就是所谓的红K棒比较多的时候 他就走入多头的股票 那走入多头股票其实来讲 逢拉回都是有个比较好相当的买点 那所以有点冲出去的 如果我想说未来 他还是属于多头股票的话 逢拉回的话 可能还是不错的选择性 以上就是我的分析报告 谢谢各位收听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